大家好 今天给各位推荐 推荐一个很棒的麦克风 那各位都知道我是那个评价主义的用户 那 因为最近 疫情的关系 那个很多老师开始录一些线上课程 那录线上课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 就是你的麦克风 你会发现用 笔电或者用电脑一般的麦克风录起来那个环境的 噪音很大 环境背景音很大 那所以呢 我们在录线上课程的时候就会开始找麦克风 那我在中心的借了一组麦克风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一组麦克风呢是 直播的设备里面的一个会议室专用的麦克风 那这个麦克风 应该蛮贵的 应该蛮贵的大概 可能要将近上万块 那真正的价格我也不知道但是它的特殊功能就是 它会消除环境的声音 然后把人的声音给 这个单独体验出来 其他的环境音包括什么电源的那个 的声音全部都会滤掉 所以现在听到的声音是用这一支麦克风录的 好那当然 如果你有麦有这个麦克风当然是很幸运 但是一般一般大概 不会有人有这支麦克风 那所以呢 所以我就特别上网去研究了一阵子 然后 我发现那个网红麦克风好像也没有 这样的功能 网红麦克风一般就是录 比较清楚的声音那或者是指向性的 那他们都没有消除环境杂音的功能 那除非你买很高级的上万块的那种 有AI的功能的 消灶功能的那种麦克风 那后来我在网路上查了一下 我发现有一款麦克风 很便宜 那看起来有机会 可以消除环境噪音 那所以我去特别把它买回来测试了一下 那今天货刚到 各位看一下 它来的时候呢其实包装就一个小小的 很像马卡龙的一个盒子 把它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会议麦克风 那 它有USB的 也有那个3.5音源线的头 那所以呢 你用 如果你要用手机录的话 那我就会用这一个 买音源线头的 那如果你买USB 那就是电脑专用的 不过听说 如果你手机有 你有买OTG的线 那USB的线的 USB的麦克风还是可以当做 你的录音麦克风 都是可以通用的 那所以它就是只有一个这样的 东西然后现场大概1米半 1米半 然后它有点重量 大概是金属的 用料比较实战 那价格呢你一定不会相信 它的价格 竟然是 250块台币 各位看一下 各位自己去掏 250块台币 那 韩运回来顶多大概300块左右 那这一款国内好像 国内的售价好像500多到700-800块 然后 然后 那个 books有卖 可是它好像已经没货了 断货了 那好 那所以 我们就来试试它的效果 那请各位呢 最好准备一个 最好准备一个 耳机 耳罩式的耳机 等一下你就可以清楚的听到它 消除环境声音的效果 好我们开始了 测试开始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 是这一支 会议用的高级的 高级的会议麦克风 那麦克风距离我的位置是 嘴巴到荧幕 的位置 把它放在荧幕下面 那我们周围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周围周遭 是有一支 电风扇在转 有点声音 那不晓得 这一支呢 应该是会完全 把它的声音给滤掉 完全把它的声音给滤掉 好各位可以 听一下环境的声音 好那么接下来 各位听到的声音呢 是来自V4K 就是那个 实物投影机 的内建的麦克风的声音 好那现在电风扇 一样是开着 如果你用耳罩式耳机来听的话 应该会听到 很多环境的杂音 好那麦克风的距离呢 也是跟 嘴巴到键盘差不多的距离 大概是一尺左右的距离 好这个是V4K的效果 就一般的 一般的笔电的效果也差不多会是这样子 一般的笔电跟一般型的 麦克风都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么现在用的是生马田麦克风 所录的声音 麦克风的位置呢 距离嘴巴呢 还是嘴巴到键盘的距离 还是大概一尺左右 而且旁边的电风扇依旧是开着 那你可以听听看 环境的声音 很明显的比V4K要小的很多 那跟那个USB的消除回音的会议麦克风 很高价的那一支效果 其实蛮接近的 你再听听看环境的声音 其实大部分的环境声音都被降低了 所以我们其实 我个人很推荐这一支台币不到250块 效果却蛮不错的 推荐给大家